欢迎收听指北珍 我是跟你一起指方向找故事 美好人生的说书人 当你的判断成为下意识的时候 你在赛场上 才可能出现在正确的认识 下意识怎么来 训练来的 不是一般的训练 而是千百万次上亿次 不断重复的训练 好 上面这一段呢 小小的一段的声音呢 是来自这两天即将上映的电影 叫做夺冠 夺冠 那这是一部由陈可欣导演 然后呢 巩俐跟黄渤主演的一部 纪录片电影 但它不是纪录片 它是一个故事改编的电影 那今天特别会想要来 跟大家分享这一部电影呢 也来自于因为前天 正好跟一位好朋友 两位好朋友啦 一位是刘功辅刘老师 然后另外一位是姜继云姜老师 姜博士 姜老师在明权大学任教 然后呢 刘老师是企业的一些 管理课程的讲师 那两位都非常棒的好朋友 那刘老师呢 就跟我约了这样一个时间 就说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这一场特应会 夺冠特应会 那夺冠这一部电影呢 它其实也不是 在台湾当然是现在 今年这几天刚上映 那在中国大陆 它其实是2020年的时候 它就上映了 不过它上映的时候 有点坎坷啦 第一个它那时候的名字 原本名字叫做中国女排 那谈的是什么故事呢 谈的是2016年 中国女排在 李约热内奴的奥运 然后中国对巴西的那一场比赛 那中国女子排球队 本来就不是一个非常 就是一开始的时候 在2008年的时候 曾经击败过美国 所以那时候曾经红极一时 可是后来又 又销声匿迹了一段时间 所以呢 陈可兴导演呢 就把中间的这段故事呢 就拍成电影 然后在这个中国大陆上映 那上映的时候 它有点坎坷是什么 那原定它是一个什么 原本是这赫税剧片 这个如果你想看 电影如果要成为赫税剧片 都不容易 这代表说 它都很期待这个票房 可是那时候2020年 那时候发生什么事情呢 就是疫情 疫情的影响 所以因为疫情的影响 导致这个影片呢 就不断的 这个电影呢 就不断的往后延 它的上映时间 因为timing不对的话 那个没有办法产生一个爆发力 那个票房可能就流失了 所以后来呢 他们就改到什么 他们的国庆档期 去上映这个电影 这部电影 那这部电影本身呢 它大概背后 大概有大概八点多亿的 人民币的这样子的一个票房 那是听起来 其实真的也是 非常非常的不容易了 陈可欣导演 他在这部戏里面 他们 其实陈可欣导演 我不晓得大家对他熟不熟 不过大家可以去 仔细去关注一个 可以去看一部微电影 就可以知道陈可欣导演 他的一个电影的风格 那各位可以去搜寻一下 陈导在2018年的时候呢 曾经上映过一部 就是用iPhone 号称用iPhone X iPhone X 去拍的微电影 那这部影片呢 相当高的点阅率 它的片名叫做三分钟 全片的时间大概是七分钟 但是它大概是 大概是描述一段的 非常感人 而且真实故事改编 简单来讲 其实陈导他非常的 擅长于真实故事 真实的情感 然后同时用故事 用电影的方式去呈现 我简单讲一下这个三分钟 这一部微电影 三分钟这一部微电影呢 主要在聊的是 你知道在大陆 其实春运 或者是说这个列车 不像台湾啊 台北到高雄 其实甚至于现在 现在高铁都很快 其实他们因为 整个工作环境的关系 比如说从这个很多的 比较偏远的这个县市 来到比如说都市去求生活 那火车会是他们一个很重要的 返乡的工具 那当然列车长有时候也是长途跋涉 他们有时候开一部列车 其实跟开飞机也没什么两样 其实一出勤就好几天的时间 所以会有个什么样的现象呢 就是这整个列车 整个列车的工作人员 在出勤的时候 可能没有办法去照顾到家里 那这件事情呢 就让我想到 我昨天也在部队的一个营区教课 其实他们在分享一个母亲节的影片 在谈这所谓的 穿着军人衣服的妈妈 这里面很多的卫官 士官 校官等等 那他们其实因为常年 都在部队里工作 那家里的小朋友 见到他们的时间真的很少 我昨天有看到一个小小的片 也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他在谈说 这个有一个妈妈 因为他在部队里面 也是幕僚职务 然后每次妈妈只要到部队 要去上班的时候 要去工作的时候 他的女儿就问他说 妈妈你这一次几天才会回来 五天 十天 还是整个月要留守 你知道那个妈妈讲的多心酸 然后我们听了真的是 都很不舍啦 可是真的没有办法 因为工作的关系 这件事情就发生了 那三分钟这个 微电影也在谈这个片段 就是这个列车长 然后他为了 想要见小朋友一面 所以他们约在月台 那在月台的时候 有非常非常 就是令人鼻酸的一些小故事 那各位如果有兴趣 各位可以去上网搜寻 三分钟微电影 那你如果找不到 再加一个陈可欣导演 辛苦的陈可欣导演 你就找得到这部影片 自己可以找出来看 他大概是七分钟的长度 好 那这个以上介绍 是简单介绍一下 陈可欣导演 他的一些风格 当然巩俐跟黄渤 这个我不用多提了 真的是在大陆 也是一个很实力派的演员 我们回到这部电影本身 那这部电影叫做夺冠 那夺冠 我刚才讲的 就是在2016年的 李悦的奥运里面 中国的女排战胜了巴西队 拿到冠军 那这非常不容易 因为你知道那种国外 那个打排球的都人高马大 然后就想办法 要去摸到非常高的球 你只要能够越早摸到很高的球 你就越有进攻的机会 那我想大陆 大家应该也都很能够理解 都很能够理解说 在大陆他们对运动的 这样子的一个期望跟期待是什么 其实在大陆 他们有 因为早期 现在当然已经都跟以前不太一样了 那其实还有很多地区 各位如果你去过上海就知道 上海有五环这样的概念 那最繁华的地方 叫比如说上海滩那一带 你可以看得到 那纸醉金米 那个可能都比我们台北 还要再更进步一点 可是你如果越往外环 你就会发现说 天哪 这怎么会就是你知道那个贫民窟 跟那个高级座野区 那个对比非常非常强烈 所以在大陆 如果一般的人民 他想要脱贫 他想要离开这样子的一个 生活的形态 大概有几条路 第一条路不外乎是念书 所以在大陆 他们念书 非常非常的气氛 非常非常的浓厚 有一次我出差在大陆 然后到郑州河南 然后晚上我就晃出来 从酒店我就晃出来 然后就走走 我就发现说 这个高中的学校 他晚上灯火通明 然后我想说这是什么状况 然后我又再晃 过去还没有发现什么现象 然后那天我就跑步 我就跑出去夜跑 跑回来的时候 整个门口都是车都是人 我后来回去酒店 稍微找几个 就是在地人问了一下 他说因为这是在地的中学 然后他们为了要拼这个 就像台湾一样有大学联考 那他们的大学 比如说北京大学 好的学校 他们是这样子 就是他们会去找各省的 这个精英的分子 所以其实他们要面对的是 十几亿的 十几亿人口底下的 这个升学人口 所以他们的竞争 非常非常的激烈 所以那一幕让我 非常非常的震惊 你看我们现在 台湾已经不再讲说什么 什么升学班 反正就多元就学 那当然还有很多的竞争 我们多元的一些竞争 那在那边呢 就是又有一点回到 我以前念国中考 考这个高中的时候的 那个景况 晚上念书都念到九点十点 然后才放学 所以他们的下课时间 其实晚上十点 所以你看那个竞争 真的非常非常激烈 所以第一个是念书 那你如果又没有念书的脑袋 那怎么办呢 另外一条路子就是什么 就发展你的体能 就往体育的方向去走 那体育的方向去走 这时候我们就有各种路子 那大陆可能有各自的强项 那这部电影主要就是在描述 就是说有这个 巩俐饰演的 这个中国女排的球员 她就是真实的名字 叫做郎平 以及另外一位 另外一位排球的教练 排球的教练 那陈中和 不过我后来稍微看了一下报导 因为这个另外一位教练 其实不太同意在影片里面 对他的形象的描述 那比如说 因为其实我讲实在话 因为我们做编剧 做这个拍摄都很清楚 其实有时候 如果你是真实故事改编 至少有20%是改编的 为什么 因为为了戏剧效果 不过当初这位陈教练 提出抗议说 你把我所有的戏份都拿掉 当然不可能拿掉 都拍好了 所以怎么办呢 我们就这次在看这个戏的时候 就发现说 对于这个教练的描述 因为他是由黄渤演 黄渤演技真的是也很棒 大家也都知道 对 那由黄渤演的时候 他就不会去打上这个教练 叫做陈教练 就大家就想象中 反正就排球队的某一个 一开始是陪打教练 然后最后变成是 中国女派的主教练 他也有这样一个很棒的 其实这个角色的故事 虽然里面有一些桥段 我是觉得说 确实比较有一点点的 就是有一点点的戏虐 这个角色 因为那个陈教练 那个本身他个子不高 然后他可能就有 给他有一点点这种 这种就是比较 诙谐的角色 当然会有一些画面 那我后来发现在 台湾商业的时候 这些画面也都剪掉了 所以其实也没有 这个疑虑 那饰演这个 郎平的龚立 他就是 龚立演技很好 这大家已经无庸置疑 那他们在整个 整个训练的过程当中 他从早期 他从早期他们的 1980年 那时候排球的发展的时候 就开始讲起 那最早会振奋 这个他们的内心的 是什么呢 是因为有一次的 1980年 我忘记了 就是有一次的 这个世界杯里面 他们就赢了美国 那美国也是人高马大 那其实他们有办法赢了美国 真的是就是非常振奋人心 那这个过程当中 也是什么 也就是 龚立饰演的郎平 从很 从一开始 就是教练 故意的去 折磨他 磨练他 因为他把他看了 看他知道 这个郎平是一个 非常好的民意之心 所以更加的去磨练他 那一路走来 他最后跟着 这个整个排球队 就打到 就打败了 这个美国 所以那时候的状况 就是非常振奋人心 然后一直到高峰 大概是2008年 那2008年之后呢 龚立饰演的这个 这个郎平呢 就到美国 去担任美国队的教练 担任美国队的教练 那担任美国队教练之后呢 就又发生一些事情 那这边呢 我们就不再 不再爆雷了 我觉得 这里面有很多 很细节的 就是说运动员的故事 或者是说这个 非常棒的这个 这个训练的故事 激励人心的故事 值得大家走进戏院去看 尤其 我觉得运动电影 很不好拍 因为你想想看 他们的那个 整个过程当中 他比如说整个球 你想想看 要怎么样拍 才能够 你找个演员 来打排球 那万一他打得不好 那整个震撼跟张力 就是球场上的 感觉会拍不出来 所以他们其实有一个 我觉得也很厉害的地方 在哪里呢 他们最后一场 就是要演这个 跟巴西这样子的一个球赛 跟巴西这场球赛 这里面呢 真的是 他找的这个演员 就不是演员你知道吗 就是 这个中国女排的 这些女队员来 所以女队员 你如果去看花絮 你知道 女队员知道 要跟拱立队下超high的 可是 不是只有演 当然他们演自己就够了 当然这里面 还有一些演员 基本的训练 那你就会真的看到 排球队员上场 去做这一场的 这个 拍这场电影 给大家看 那是真的是 非常非常过瘾 如果尤其你又喜欢排球的话 其实你真的可以 可以感受一下 因为平常我们在台湾 可能大家比较喜欢 看的是棒球或篮球 那排球可能比较 没有那么多人注目 可是如果在排球场上 你看那个团队 还有整个那个攻击防守的气势 好 电影的部分 我就讲到这里 你说那今天就这样结束 没有 我非常感谢我的 这个好朋友 刘功夫刘老师 他也在他自己的脸书里面 发文分享 关后的感想 但我觉得刘老师 最棒的一件事情 是他 找了其中的五句的金句 来分享在脸书上 那我也 找了这个刘老师 这个 跟他讲一下 我想借用他整理出来的这五句 为什么呢 因为有时候我们在做 所谓的运动 这样子的一个故事里面 其实很多时候 这种很运动 很比赛的 这样子的电影 是非常非常激励人心的 所以我想要把这个 这个五个几个金句呢 能够栽录出来 跟大家分享 那当然刘老师用他的观点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关注一下刘功夫 功是温良功减让 恭喜的功 辅是杜辅的辅 对 那我现在就 我就分享几句 那刚才前面片头 你们已经先听到了第一句 这个其实是电影里面的 教练 跟这个队员的一个 简单的对话 他说 当你的判断成为下意识 在赛场上 才能出现在正确的位置 这是前半段 还有后半段 我先把前半段再逆一次 大家先听听看 我觉得这整个 这个也剪在预告片里面 各位也可以看得到 当你的判断成为下意识 在赛场上 才能出现在正确的位置 好 各位你想想看 我今天在赛场上 我今天要做很多的 这样子的一个叫做 比这个动作 不管是击球 或者是攻击 或者防守 如果你今天 因为那个时间 都可能就是零点几秒 你就必须做决定的 所以很多的 这样子的一个动作 真的是必须要做 很多很多的 就是说 你没有办法再跟 你的教练或你的队员 有任何的讨论 或者是甚至于脑袋思考 多一秒钟的时间都没有 所以下意识会变成是什么 变成是赛场上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决胜关键 所以你的判断 你就觉得这颗球 应该是怎么打 或者叫传给谁的时候 在赛场上 你就才会在你正确位置里面 做出正确的动作 好 那这个下意识这件事情 在这个 在这个赛场上 它后面还有一小段话 我在除了 除了刚刚讲的这上半 趴以外 我再讲一下 这个下半趴是什么 下半趴是这样子 下意识是什么来的 训练来的 不是一般的训练 而是千百万次上一次 不断重复的训练 我再念一次 下意识怎么来的 训练来的 不是一般的训练 而是千百万次上一次 不断重复的训练 各位你想想看 不断重复的训练 你看它已经用到单位是一 不是千次百次 千锤百炼 已经不足以形容 这个运动员 他们所需要受的训练 而是什么 而是本身你必须要去做到 已经不晓得 已经也数不出来 这上意识可能是一个形容词 就是你就每天都在那边训练 你才有办法成为下意识 好 这句话除了运动员以外 我觉得很多很多 可以运用在这样场合的 那我等一下会针对这一句话 我再做另外一个 我在不同的场合里面的见解 我先把几句金句都分享给大家 然后我们调几句好好的 再来分享一下 这些金句能够在你的生活当中 会怎么运用 来第二个叫做 你不用成为我 你只要成为你自己 这句话故事的背后 是因为有一次 这个巩俐饰演的郎平 就问这个队员说 好像叫朱婷吧 他就说 你到底为什么进来打排球 其他意思都很腼腆 都不好意思讲出内心真正的话 最后有一次就脱口而出 说我想成为你 他想要成为教练 也就是说这个 这个郎平在他们的心中 已经是一个神了 这已经是他一个最崇拜的偶像 我想成为你 可是呢 这个教练就马上跟他讲 他说那你就错了 你不应该成为我 你绝对不会应该成为我 你要成为你自己 各位这想想看 有时候我们在工作资产上 是不是也经常的去 想要去模仿某一些武像 或者说你的师傅 或者是你的老板 你一直想成为他 因为你看到他的光环 你想要有一天站在他的位置 可是其实不是这样子的 你的努力 你可以学习他很多的优点 你可以向他学习 可是你最终你还是你自己 所以球场上 你看运动员那么多 从来没有 我们就不会说 这是什么 王建民二号 王建民三号 王建民有他自己的 这个球路 每个人都可以打出 自己的球路 投出自己的球 所以其实没有 没有必要成为别人 但是你可以向他看齐 但最后你只需要成为你自己 第三句叫做 在球场上没有你 没有我 只有我们 在球场上没有你 没有我 只有我们 在球场上这件事情 就有点像是在我们的工作的团队里面 我们的很多的团队里面 其实经常都只有什么 都只有 都只有我们一起去工作 去完成一件事情 不太可能是我们独自去完成一件事情 所以球场上没有你 没有我 只有我们 各位你想想看 你的工作之上上 是不是经常是跟你的partner一起 跟你的老板一起 你才能够前进 所以这简单来讲就是说 不要把自我意识放得太重 他就是一个 他就是一个团队 他就是一个前进的团队 第四句是 这句也很棒 叫做 别人都以为我一直顺 却不知道我平时练得有多苦 别人都以为我一直顺 却不知道我平时练得有多苦 这句话我想很多走过来的人就会知道 如果你还没走 你还真的不晓得什么叫练得有多苦 我等一下把这一句跟第一句呢 我们一起做一个 做一个综合的一个 另外一个案例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 最后一句叫做 电影里面也一直出现 这个男主角 就黄博饰演的这个陈教练 一直问龚立说 杯子为什么能装水 然后他就非常诙谐说 因为它是空的 所以这句话大家也能够理解 如果你能够成长 你能够前进 你要成为杯子 你就必须是空的 它才能装水 如果杯子已经装满水了 那它还会是杯子吗 杯子已经装满水了 它还会是杯子吗 它就不是你要用的杯子 除非你把水喝掉 把水倒掉 再装新的 新的这个液体进来 新的这个饮料进来 新的水进来 它才会是杯子吗 那这句话大家也能够认同 很容易懂 就是说你必须就是 甲博之也曾经说过 就是虚怀若骨 大之若鱼的概念 Stay foolish 就是把你站在一个 就是很需要学习的一个角度上 然后永远保持谦卑 你才能够不断的装进 不同的水进来 OK 所以杯子为什么能装水 因为它是空的 这是电影里面的对话 以上的五句呢 非常感谢这个刘老师 在他自己的脸书里面 做了一些整理 那如果各位 刘老师其实是在 知识经济这一块 非常的棒 他有时候他真的 非常强的地方 就是他能够 吸收资讯之后 能快速整理 然后变成一套知识 而且是有用的知识 甚至可以变现的知识 给大家 也欢迎大家 关注刘老师 刘老师有一本书 叫做知识可以这样卖 最近他的一本书 然后他又有一些新书要出了 但知识可以这样卖 我在还没认识他之前 我就买了 当然买了之后 又认识本尊了 就更开心了 它里面有九个案例 心法直击55个情境拆解 输出实战技巧 所以他会告诉你 知识怎么样卖 那也感谢刘老师的整理 那最后我回过头来 我再把这个 叫做第一句跟第四句 我再把我的心得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第一句还记得吗 当你的判断成为下一次 在赛场上才能出现在正确的位置 那我也补充了一个 后面的一段话 叫做下一次怎么来 训练来的不是一般的训练 而是千百万次上一次 不断重复的训练 好 我们对应到第四句 我们来看看 别人以为我一直睡 却不知道我平时练的有多苦 好 这两句其实都在讲一件事情 就是练功这件事情 如果说你今天练的功夫不够扎实 我们刚才第一句已经解释了 你是没有办法做下意识的判断跟决定 同样的 在做下意识判断决定的时候 你要练很多次 所以你很多人 比如说你今天看到贾博士 站在舞台上 你如果去读贾博士传的时候 你是不是就看到 他曾经被苹果提出公司 他曾经也非常的穷困潦倒 所以不要去看别人的光鲜亮丽 去想看他背后练多少次 好 我现在用一个比较实际上的例子 各位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简报的经验 或者是上台演讲的经验 小朋友可能就有演说演讲的经验 对不对 大人就要上台做简报的经验 好 不管你今天是用中文英文 做在地的简报 还是这个所谓的国际化的简报 你是不是在简报的过程当中 你会觉得说 要感受到这个来宾 或者是这个听 甚至有时候你是什么 比赛 你是评审 像创新创业里面 最常出现的就是五分钟的pitch 十几个评审 那你五分钟你要讲完你的concept 你要取得一个 甚至还有什么 就募资 或者是天使资金 或者是募资A轮B轮C轮 你要把你的concept 变成一个很棒的东西 能够跟大家分享 而且就五分钟 好 我们讲不管是简报 五分钟的pitch 还是说 甚至到小朋友的演讲 都一样 你有没有觉得站在台上那五分钟 看人家讲好像很顺 然后结束之后 给他欢声雷动的鼓掌 假如是讲完之后 得到全场起立一次的 这个热烈的掌声 难道 当然他不会告诉你 他曾经在家里练了多少遍 发生了多少事情 这个我自己就有很心生的经验 就是你不要看我现在在很多的学校教书 很多的演讲的场上 我任何一个题目 一旦我决定接了 我在场上三个小时 我可能要花三天三夜 甚至六天五夜 我要准备很多的材料 我要去思考 我怎么样跟底下互动 我要怎么样让大家关注到我 我在大学教书的时候 我一直有个使命 就是我一直关注抬头率 也就是说 以前过去学生的低头 可能就直接低头睡觉了 现在我有一个更大的挑战是 学生低头都会看手游 所以我都知道他们在玩传说 我都知道他们在干嘛 可是我不认输 我从来不会想去说 好 那你就算了 你就打你的 我讲我的 我始终希望说 我准备了六天五夜 三天两夜这样的东西 你能够获得人身上 或者是小小的一点心得分享 或者是感动 所以我会花很多时间去做准备 包含这个里面准备的素材 我会不断的去过滤 不断的 不会只是说 像大学教书 我从来不会只有看教科书 教科书只是一个基础 应该带给大家的东西 透过教科书里面 再展开来出来的 这些所谓的内容更重要 也就是说 比如说最近我们在谈 餐厅的一些情境的设计 那我就不会只是去谈说 餐厅的视觉 颜色 线条 或者说你要带给怎么样氛围 然后音乐要怎么下 最近的疫情 当你的餐厅必须有产生 这个一定的社交距离的时候 那你餐厅的设计要怎么做 那我们就要去找什么 找美国设计师 他也谈这一块 谈这一块的资讯 我们又把资讯找出来 甚至影片放给大家看 我们一起来讨论 如果今天作息数 从40个座位变成16个座位 那餐厅的设计要怎么样去处理 那个流程动线 其实时代不一样了 很多的想法教法都不一样 所以第一个我们在教材上 就要做很大的这些转变跟改变 再过来第二个是 我们要让这个整个环节 都能够演讲的过程 或教述过程都能够很顺利的进行 我的素材是在几点几分 甚至几秒出来 尤其是创新创业的Pitch竞赛 更重视这一点 所以你今天五分钟之内 你今天三分五十秒之后 应该讲到哪里换下一页 其实都非常非常精准 你以为人有办法 这么精准的去控制时间吗 没有 这一切都是要你在家里 练个十次 二十次 三十次 然后再找你等什么 老婆小孩请她 强迫他们听个十遍 二十遍 三十遍 然后再找你的朋友 甚至于再找各种的场合 再做演练 当你千锤百练之后 我们当然一场演讲 练到亿次是有点夸张 可是我讲有时候 甚至于上百次都会发生 你就是想办法再拿你一个 非常非常小小的环节 让每个环节接起来 比如说我下一个点 我们有时候在拍片 我们就非常注意 这个剪接的时候的那个节奏 如果你今天是做舞台活动的 你非常在乎那个Cue点 比如说这个时间 这样子的画面一出来的时候 下一个Cue是什么样的声音 马上就要进来 所以这个环节都是我们 除了素材本身非常重要的训练 或者是说需要去调整 所以我觉得这几句话 真的有深深感动到我 也不是感动我没有共鸣 我们知道我们是这样走过来的 所以我这一次 我也很乐意地 想要把这里面的这几句 分享给大家 尤其是千锤百练这件事情 各位 这天底下没有白吃的午餐 你想要前进 你想要成功 你找到一个好的题目 你想要做演讲 你想要告诉你的投资方 你的Base Model有多成功 不要只是空口说白话 讲讲 然后或者是拿几张报表 就想要说服人 没有你要设计 你要训练自己 然后你要千锤百练 然后你要不断地演练 跟运动员 其实都没有什么两样 只是运动员的训练的过程当中 会受伤 然后他们会非常的辛苦 然后只是说 那你在练的过程当中 你的喉咙会很痛 然后你的肢体会僵硬 然后你讲了几百遍之后 你会疲倦 然后你可能脾气会不好 其实这些事情都会发生的 好 夺冠的这一部电影 就推荐给大家 那可是夺冠 我觉得是非常励志 以及做团队激励好的一个电影 也介绍给大家 最后我分享我自己的 写下曾经记录的一句话好了 这个当然我们就不再跨 这个电影里面的话语了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记得那个曾经认真的自己 你就会认真的找回自己 记得那个曾经认真的自己 你就会认真的找回自己 各位很多人在生活当中 因为现实迷失了自己 那没关系 有一天你还是会找回自己的 只要你记得那个曾经认真的自己 东南七北指方向 找故事政策 制服政策 一起美好你我的人生 我们下个礼拜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